恭喜大家顺利地完成了 陈进士读书会的任务 其实今天呢 麦家老师也给我们每一个人 准备了一份礼物 那就是人生海海 人生海海是麦家老师 非常非常棒的一部作品 从这本书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生活的挫折的境遇当中 人们是凭着怎样的执着和坚韧 在找寻着生活的真谛 我想问麦家老师 您创作这本书的 当时的一些具体的背景 包括您写作的意图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这个书对我来说 确实是一次重新出发 其实每一个作家 都有自己的局限 比方说我写了 那个《解密 暗山 风生》 这些所谓的 迭站也好 特勤也好 总而言之是 世俗的生活 无法看到的一部分人的生活 我想回到 普通大众的生活当中 希望去重新发现一个 能够唤醒我唱着冲动的一个人群 然后我就寻找 我找到了我的童年 回到了我的故乡 就是我们浙江 就是一个乡下 就是一个六七十年代 这是我们走过来的一个时段 一个地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 每个人都是在沧桑当中 成长起来的 我想这种感受 每个人都有 我就想唤醒每个人的这份记忆 重新出发 写了这个人生海海 今天呢 麦家老师非常有心地 给大家每个人都准备了一本 并且写上了寄语 小松 先看看 今天可是小兽型 麦家老师给你的寄语是 青春正好 大有可为 有所不为 方可大为 首先很感谢 麦家老师给我写的寄语 我觉得作为一个新时代青年 我觉得要严于律己 要朝着美好的未来进发 然后要不断提升自我 因为其实人生的过程 就是不断地选择的过程 像我们的阅历比较多了 可能选择的能力 经验就有了 你的人生刚开始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 要谨慎一点 要多学习 谢谢老师 每一次努力 都是你人生的一次历险 一次攀登 一次照亮 听说他非常努力 对对对 那我就努力就是这样的 努力就是付出 但是有时候聚光灯下 也会有危机 攀登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遇到碎石 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不要提